Hello,大家好,我是小琴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浆果的制作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8-10毫米的防针珠 3毫米的小金珠 还有一根针 0.3毫米的通丝 融线 融线先合成两骨 然后穿针 这样穿好针之后再合成两骨 就是四骨线 合成之后的四骨线长度 大概是60厘米 接下来来穿珠子 尾部留一根线头 大概手可以握住的样子 然后左手把线头固定住 右手继续穿珠子 大概穿四到五遍之后 左手就可以松掉了 然后接着就一直开始重复的操作 然后一颗珠子就插完了 现在把针去掉 取一段大概12厘米的0.3毫米铜丝 穿一颗小金珠进去 把铜丝从珍珠里面穿过去 这里可以借用钳子来辅助一下 就很好穿过了 然后拉紧铜丝 上面这个线头 绕一圈珠子 然后绕到下面之后 和下面的线头合在一起 然后绕在铜丝里面 把铜丝绕紧 这样线头就可以固定了 然后把线头绕着铜丝 缠绕几圈 把这个铜丝也绕上同样的颜色 然后固定线头 这样一颗浆果就做好了 这样的浆果可以做成葡萄或者是 花上面的小花苞或者其他的小装饰都是特别漂亮的 而且非常有光泽 接下来我们用这些浆果来做一串葡萄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葡萄的叶子是怎么缠的 首先准备这样三种不同叶子的大小 一共是五片叶子 然后把叶子从卡纸上面剪下来 同样的方法开始馋 这是用的0.4毫米的铜丝 能让你快乐吗 有太多想对你说的话 有太多想对你说的话 这样一片叶子馋好之后 我们可以接着馋下面的四片叶子 然后不要把铜丝剪断了 四片叶子馋好之后 再来做造型 好了现在五片叶子都已经馋完了 然后我们在尾部打结固定好这五片叶子 这个枝头可以多缠一点绿色上去 这样的叶子就做好了 做三片这样的葡萄叶子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0.5毫米的铜丝 大概30厘米左右 然后涂一点白乳胶 用绿色的线把这根铜丝全部缠住 现在这根铜丝基本上已经馋完了 然后我们在尾部打个结固定住 然后我们把这根铜丝绕在笔上绕几圈 绕出这样的波纹形状 下面就可以来组装这串葡萄啦 我看你能不那么倔强 现在也不那么遗憾 你都如何回忆我 带着小伙事很沉默 这些年来 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后来 我总算学会了 如何去爱 可惜你 早已远去 消失在人海 后来 终于在眼泪中 明白 有些人 一旦错过就不再 这里 你加上一片叶子 然后葡萄的尾部可以换成绿色的线来缠 你都如何回忆我 带着小伙事很沉默 这些年来 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这里葡萄的尾部用捏瓷来给它弯过来 弯一个圈 后面可以挂龙下扣 然后结尾处涂一点白乳胶 打结裤定住就可以了 然后调整一下葡萄的造型 还有叶子的形状 基本上就OK了 然后尾部这里挂一个开口圈 再挂一个龙下扣 平时做挂式 都是很好看的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